在古代,酷刑被视为残忍而引人猎骑,不仅具有惩罚的目的,还蕴含着血腥的欲望。 其中一种酷刑曾令清朝皇帝雍正直接下令废出,那就是妖斩。 在最后一位死于这种酷刑的人身亡之际,血书在地上连起了七个悲惨的字眼,令人感叹其遭受何等程度的痛苦,怨恨之情难以平复,无人敢想象。 那么,古代腰斩究竟有多么痛苦?刑刑前,甚至死囚都得用银子贿赂柜子手,重刑主义对我国影响深远,直至民众普遍接受仁义理智信的教化,封建帝王统治逐渐示威。 然而,这种刑罚的影响依然存留至今,在每起案件中总会有人发出死不足惜的声音。 除了义愤之心,还有着强烈的复仇意味,这正是刑罚最初产生的原始驱动力。 根据吕书的记载,是由以残酷刑罚报复中原部族,创制了五星。 这表明最早的文字记载中包含了刑罚的起源,可以追溯到炎黄时代。 腰斩的出现要晚于原始刑罚,确切时间不可考,但至少不晚于周代。 虽然周代有斩刑,但具体从哪个部位开始斩定位有明确记载。 因此,腰斩这个确切名称的出现,应当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。 在那个时期,不仅有了腰斩这个称谓,还对其进行了详细解释,阐明了这种刑罚的执行方式。 在《馆子小匡》中有这样的描述,管仲说,抚跃之人,性以祸生,以属其要领,臣之鹿也。 在《战国策》秦策中也有,金臣之兄不足以当真挚,要不足以待抚跃。 这里的真挚指的是真板,受刑者躺在或趴在一块真板上,包去上衣,然后用斩头砍下。 腰斩虽然残酷,但并非比销手之刑更加严重,因此对这种刑罚存在争议。 帝王若用腰斩来惩罚罪犯,常常会自行决定执行方式,因此这种酷刑常常引起人们的恐惧。 被判处重罪死刑的犯人,对于可能遭受腰斩的惩罚,比对死亡本身更为恐惧数百倍。 相较于杀刑,腰斩刑罚带来更多的折磨。 砍头的过程可能只是一瞬间,头颅落地后几十秒内即死亡,并没有太多疼痛,然而腰斩则不同。 这种刑罚堪称是一种活生生的地狱,与古代刑罚如袍落,剖心相媲美,甚至更胜一筹。 受害者在腰斩过程中,首先体验到的痛苦并非来自肉体,而是源自精神上的折磨。 站在面对巨刀和用来承载身体的砍板时,受刑者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 脱衣躺下的瞬间,比起砍头时的恐怖更甚,脖子断裂会导致迅速死亡,而腰斩没有立即致命的器官。 一刀砍下后,血液不断流出,但死亡需要一段时间,失血至死需要丧失几乎一半的血液。 根据伤口和血流速度,被腰斩的人将经历5到10分钟的剧痛,才会彻底失去意识。 这段时间内,大脑仍在运转,让受刑者清晰地感受到腰部的巨大伤口。 此外,更残忍的是,在使用闸刀进行腰斩之前,执行者通常会使用斧头或大刀等锋利工具。 由于受力面积的限制,一刀往往无法一次砍断整个腰部,因此被处决者需要忍受两到三刀的痛苦, 然后再忍受几分钟的剧痛。 这些折磨手段还不止于此,有时为了延缓死亡过程,人们会将已经被砍断的上下两部分重新结合,以减缓血液流失。 这种行为何等残忍和血腥令人发指? 因此,被告知将遭受腰斩惩罚的犯人们,纷纷竭尽财力去贿赂执行者,希望能减少痛苦。 死刑犯的家属纷纷送去大量金钱贿赂,以期在腰斩时, 能够选择一个好地方,让死亡更快一些。 当直行者下刀斩腰时,若选择站在较高位置的腰椎,就可直接伤及重要器官,大大缩短死亡时间。 这些贿赂行为变成一种常态后,反而有些为贿赂的人会受到更多的折磨。 这种以人血为生的风气虽然司空见惯,却也加深了对酷刑的滥用。 在腰斩刑法流行的几千年中,每个朝代都有人在这种刑法下惨死,无论罪行大小,一切取决于当权者的材料。 自春秋战国时期以后,秦朝是施行腰斩等酷刑较多的朝代之一,因秦始皇推崇法家思想,受到重刑主义的深刻影响。 在秦朝,有一个历史名人死于腰斩刑法,更为荒谬的是,这种刑法得以实施也与他有关。 《史记里斯列传》中记载,贤明的君主必须能够全面贯彻道德并实行严格的督则制度,而是很满意。 因此,督则制度变得更为严格,刑法与道德并行,市场上死尸如堆积如山,杀人者被视为忠臣。 李斯是秦国的丞相,也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,他主张重刑主义可以消灭犯罪的理念,对于这种刑法的实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 这人是焚书坑主的首唱者,因其主张法家至上,向秦始皇觐见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事件。 但遗憾的是,好景不长,随着秦始皇去世,李斯的价值也荡然无存。 公元前208年,李斯遭到赵高陷害,秦二是听尽赵高的建议,对李斯加以激刑,遭受五刑,腰斩,挤诛杀三足,悲惨至极。 这些刑法正是他亲手纳入大秦律的,这实在是一种讽刺。 随着秦朝的结束,汉代继续使用腰斩。 不过在形式上有所改变,刑具从辅阅变为闸刀,同时死刑犯也需脱去上衣,方能执行刑法。 这一细节带来了一个颇为有趣的意识。 随着汉朝后期,腰斩性的使用明显减少,每次出现也更多是为了震慑或者特定的报复目的而非单纯的惩罚。 在汉朝时期,高杨公主备受高宗宠爱,被于无能的丈夫感到不满,因此与一位名叫汴姬的和尚思通。 当事情败露后,高宗极为震怒,将汴姬处以腰斩。 汴姬当众受刑,身世凄惨。 这使得高杨公主对高宗怀恨在心,甚至在高宗去世之际也未流露一丝哀伤。 尽管唐朝过后,腰斩性并未完全消失,仍被视为一种刑法方式。 腰斩的实际消失发生在清朝,而这一事件则成为该刑法在史册上最为惨烈的案例之一。 在清朝雍正年间,一位名叫于虹土的官员,以优异的学业和出色的才能,晋升为一名中层官员。 在他担任河南学政时,负责选拔和监考,于虹土开始显露出些许浮躁之态。 当他担任湖北武昌科考的主考官时,违反规矩,携带着他钟爱的一个小妾, 参与考试。 随后,这位小妾私通别人,并骗取了考题。 据称,小妾以美色引诱于虹土,趁他醉酒时得知了考题内容。 虹虹土在酒后泄露了考题,还激动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见解, 以及他如何解答这些问题。 小妾趁他不备,记录下了题目,然后将之转交给他的私通对象。 后者早已找好买家,高价售出后便与小妾一同逃之遥遥。 没过多久,考题泄露的事情便被揭露。 那天参加考试的人中,许多出了名的庸才竟然都考取了高分, 这引起了怀疑。 而当时的虞虹土还一无所知, 湖北巡抚王世俊与虹土素来不和。 得知此事后,立即上书奏命,将奏折火速送往京城。 使臣到达武昌后,立即逮捕审问于虹土,证据确凿。 于虹土无法抵赖,最终被迫背负小妾的罪名。 刑部审定后,承报雍正。 雍正身误贪官污吏,为震慑后人。 特下只将于虹土原定的斩首行改为了腰斩。 得到命令后,钦差在广场上设立了一个处决场地。 按照雍正的旨意,要在众目睽睽之下执行对于虹土的刑罚, 以彰显法纪严明。 这位钦差名叫邹世衡,与于虹土为亲家。 而这一切似乎都是雍正特意安排的。 在刑罚确定后,雍正还特别嘱咐邹世衡, 不得提前告知于虹土将受到的处罚。 因此,于虹土和家人以为他们将被发配或类似的惩罚, 根本没有料到需要事先贿赂贵则手。 直到于虹土被带到处决场地时, 他才得知自己将被腰斩。 在众人围观下,刽子手一刀斩下, 于虹土立即成为两半,满口哀嚎,痛苦异常, 积极疯狂。 因为未收到贿赂,刽子手心怀不满, 在腰部狠狠一刀。 于虹土痛不欲生,心中充满委屈, 直到最后一刻,他用血写下了七个悲惨的字。 清朝也是大观中描述, 于君于虹土被斩为两半后, 在地上不停打滚, 用手指沾着自己的血写下了七个惨字。 他在临终前的痛苦场景令人不忍目睹。 钦差大臣淡定自若, 将这一切记录下来, 回京后向雍正详细汇报所见所闻。 雍正听后深感震惊, 认为这种刑法实在太过残酷, 随下令废除腰斩之性。 这种刑法虽然历史悠久, 但终于在这一天彻底从法律中消失, 尽管惩罚罪犯的初衷良善, 但过度残酷偏离了本意, 刑法应取其性命, 而折磨虐待则是另一种罪行。